護理師在醫院大廳 一把抓住穿著綠色套裝的醫療騙子 不管對方怎麼哀求 就是不肯放手 原來江蘇南京 這名女護理師接到病人哭訴 看見之前騙過她的醫療騙子 又在找尋下手目標 氣憤難耐立即衝上前抓人 整個過程被PO上網 網友大讚女護理師建議勇為是俠女 不過這種混在醫院裡 黃珍有更好的醫療藥品 或是推薦更有效的治療管道 在大陸造就司空見慣 利用人性弱點行詐騙之實 根本抓不勝抓 除了靠法律制裁 民眾自保就是千萬不要病急亂投醫 延誤治療只會害了自己 記者綜合報導